好,同学们,现在老师给你的是第九面到第十三面的答案哦 好,这种类型的题目在考试里面一定会出现呢 而且它会出现两种的款 但旧的款呢,你一定要记得咯 巴哈普山跟巴干地安的 然后来到新的款呢,它会要求你用matrix的方法去处理的 OK,减三,一,五,减三,xy,减十八 这个东西放对呢,就ad减bc 然后呢,这两个倒转来 这两个换身份 然后就一个气 然后两个气 你看到吗 出来了咯 OK OK 这一个哦,你看到它的pattern啊,同学们 x等于五,y减八嘛 请你把它换去这一个款 你看到吗 把它换去这一个款,x减五,y等于减八 这样它就成为了同一个款哦 然后呢,就x等于一哦 3哦,3哦,减五哦,减二 就可以放进这个了,然后呢,就变成了ad减bc 然后换位置,然后换位置,然后换位置,换身份就可以完成了 ok 来到了第十面 沉进去 所以,换换 reasonable 这个应该换你还可以减的 头减减减的哦,这一个也是沉进去,换咯 这个也是一样 找X跟Y咯 同学们这一题 你要稍微注意咯 这题也是简单的 X加4等于6 然后呢 3减20等于Y OK 所以为什么最后X等于2 加4放过去吗 那边减4 这个加20这个减17咯 这个等于Y 答案 OK 这个也是一样的做法 这个也是简单的 OK OK 都是加减哦 所以当然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差距 跟问题 这个也是一样沉进去 考试特别喜欢出这种Button的 特别在Bable1里面 OK 这一题也是咯 你看它P层进去就变成了4P加3等于P 然后4P-3等于P-3等于P-3 然后3P-3 P等于-1 就是这样子来的咯 OK 都是加减哦 暂时性都还没有进入乘除 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这个部分 到13题都还是加减 OK 其实这个也不难哦 那么这个东西啊 让它沉进去啊 全部变成了12...P-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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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dab 这个6Q OK 就把P找出来咯 3P加6Q等于24 12加5Q等于27 12加5Q可以出来先咯 12加5Q等于27 5Q等于15 然后Q等于3 但我知道Q等于3 6Q等于多少你应该知道咯 6,3,18 OK 所以这个就会等于18咯 然后呢你就可以怎么处理呢 3P加18等于24 对吗 然后3P等于24-18等于6 P等于2咯 然后加起来最后等于5咯 因为Q等于3嘛 P等于2 OK 好加法最难的就是这种部分咯 没有了 来到了减法 一个7 两个7 答案 这边是一个7 两个7 三个7 四个7 加起来啦 乘得进去 减3乘1 加5乘2 5乘0 sorry 7嘛 这边呢 一个7 两个7 这边是一个7 两个7 三个7 四个7 一个7 两个7 这边是6 这边是2P乘3 加5乘减4 OK 等于16 2P乘3 就等于326 6P 加 减20 等于16 然后呢 6P等于36 P等于6 OK 它是这样子来的啊 同学们 这个也是 2 一个7 对不对 2乘3 K 就等于6 K 3K 加5 乘K OK 5乘K啊 然后2乘3 6K 加5K 等于22 11K 等于22 K 等于2 OK 它是有原因的啦 为什么它这样来 好 来到了下一个 9 乘X 加 3乘3 乘3 乘6 等于27 OK 9X 加 36 18 313 应该是 减48 等于27 哎 这边是6 来的啊 减6嘛 所以是18 那么变成 48 这么恐怖 然后呢 9X 等于27 加18 等于45 X 等于5 答案 OK 好 类似的题目 又出现了 OK 好 类似的题目又出现了哦 EA P跟K 要找出来了 Metrics 双上嘛 所以双上了过后 K 等于 E OVER 36 P 等于5 OK 第二个 我们用Metrics的方法 处理这个Persama 你看它会这样子写啊 Dulis Persama Linear Serentat Bericot Talamp Pentu Persama Metrics 一样的 这边 1 OVER 36 是怎么来的 AB C D 如果大家 还有影响啊 AB AD AD AB AD AD BC 啊 Ta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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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的第一个部分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可以把它停留在这样子 或是这样子 最后答案 它没有叫你 就是 最后答案啊 然后一定会有一题是Metrics的 Persama E Serentat 那个 Linear Linear equation的东西 X等于3 Y等于减1 最后一面了哈 OK 然后呢 那剩下的功课哦 14面到19面 22面到23面完成它 只有20跟21你不需要做 因为它重复太多了 OK 所以14到19 22到23 练习多 主要是特地放进去的啦 是让你很熟悉的去做 不会很乱的去做 同学们做完功课 请拍照哦 在功课群里面 OK 是证明你做完了啦 我也是希望说你能够确保你自己做完了 而且不会 不会skip任何一个part啦 不明白的请PM过来问啦 好不好 OK 今天就这么简单 没有任何的教课 纯粹是跟你解释 跟那个答案 然后交代功课 OK 谢谢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